收盘了,今天是3月4号周一 我们做一个收评 先来看一下大盘的一个情况 那大盘呢,从这里去看的话 今天是什么,是站上的这个位置 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今天的话仍然没有确认 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连续的 收了两天都是一个假扬 对吧,临轴在这里 黄线到收盘也没有过临轴 那假扬的话是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真扬,它的一个确认 我们把这条线先去掉 我们采取究竟对比 那站稳高亮柱的话 它是需要一个确认 这是突破的第一天 所以算什么 首日就要从今天开始算 这个之前,这一天是不能算的 这只能算突破,对吧 因为这里的这根次扬是位过什么 位过它的实领 那王牌剑等三天 三五八天方向选 一二,它是不是明天 才稳了它的实领 它就可能成为一个黄金柱 站不稳的话 只要不破它的实领 它就成了一个将军柱 将军柱的量性 是不是没有黄金柱强 所以明天比较关键 虽然在这里是两天 站上了高亮的顶 但是没有态度,没有确认 它就需要什么 需要一根真仰来确定 那大盘走得如此纠结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得不参考一点消息 大家也知道 目前属于什么 两会的召开 所以的话它是一个求稳 所以方向上面 我们即便保守一点的话 不说大盘在这里 它还能够继续的什么 大涨 但是呢 大概率是不会有 这种连续的大跌的 所以在本周的时间段里面 我们可以经做个股 而忽略掉大盘 那讲到了这里的话 设计就讲一点题外话 在去年的学习班 跟学习班的同学 首堂课里面 我们就提到过 整个一年大盘的一个运行周期 对吧 那现在跟大家去公布 也是一样 很早在春节之前 我们就说过 年前应该怎样 究竟是持仓 还是持币 相信看了那个收平的 大家都有印象 然后随后说过 基本上这几年 开年 它都是一个什么 开门红 对不对 虽然年前有大跌 请问年后是不是开门红 但是大家都知道 每年股市的淡季 就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的一个 天气越暖和 越接近于夏季 它往往就是一个股市的淡季 所以从开门红的这波行情 如火如荼的展开 到彻底的宣告结束 时间短就往往产生在了什么 产生在了三月 历史上最长的 也不过就是到五一之前结束 之后就一直开始了一个横盘震荡 或者是什么 盘底末级的一个行情 所以这就有一个节奏 那在当下的节奏里面 我们是可以经做个股的 但是一旦完成了这一段 你比如说我们只做最差的打算 你比如说三月份两会结束以后 行情开始而回落 那之后是不是就宣告 这一段行情暂时已经结束 那后面如果行情开始了横盘 或者是直憋 是不是就慢慢的开始 逐渐向淡季去靠拢了 那大家记住了 在这里的选股思路 到了淡季 就一定不合时宜 就要做什么 就一定要去做强势股 因为在淡季里面 还是有股票上涨 甚至于还会有一两只什么 市场的高标的龙头 那都会有 但是他只是说 上涨的个股的比例 会比这一段要少更多 所以就更加考验我们的什么 选股的水平 怎么选股 平时的课程里面都有交 你学的战法都可以去派上用场 就也是为什么 射手在这个时间节点 来为大家准备 怎么去选股 就是教大家 到了这座山头 该唱什么歌 到了后面的河里 又该去划什么船 就叫做因地制宜 而不是什么 一根筋的一个战法 从头用到尾 那肯定是不合时宜的 对吧 这场课本周就会推出来 这里是提前的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我们的这个思路 就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吧 因为你在淡季里面 如果不选择强势股 那那些弱势的 那肯定是越来越弱 毫无疑问 既然是淡季 那就是有少数的在上涨 多数的在什么 在横盘莫及 甚至于还弱的呢 他就直接破底就下去了 对不对 这才是叫弱势嘛 那是不是强势的 就简单的认为 有涨停就是强势了 那未必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看见涨停就进入 那不是稳赚吗 那怎么有很多吃了面 还亏了钱 甚至亏了大钱的 这个当中 它是有学问的 好吧 这个里面 到时候在选股的里面 都会总结 然后对应着关键的识点 让大家懂得 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去运用什么样的选股方法 才能够有效率 才能够抓到那些冒头的龙头 牛股 好 这里是讲的一个大盘的情况 那大盘今天我们在分时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白线在上 黄线在下 但是整体来说又是位于什么 灵轴的下方 这就叫什么 上线白 银子埋 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按涨幅来算 是权重在拉抬指数 那权重一拉抬指数 不说题材下跌 题材是不是就成了配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行业板块里面 涨得最多的 除了通信设备以外 是不是石油 传播 电力 煤炭 甚至于医药 这些权重类的个股 对不对 当然 在涨停加速里面 仍然有什么 有新能源与新科技的痕迹 工业机械 对不对 包括什么 元器件还有传媒娱乐 但是从整体而言 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涨停的加速 与上周四 上周三 甚至于上周五 是不是不可同日而言 工业机械最多的 就是12只涨停 一要有7只 传媒娱乐有6只 越到下面越少 对不对 当然在概念板块里面 那依然今天 是以新科技为主流 所以我们说 你看5G概念 虚拟现实 然后什么 物联网 芯片 消费电子 那您说 是不是我们说的 只要是在大方向的鱼池里面 你无论是下分到哪个子板块 是不是都可以 对吧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 在热点板块里面 它的一个个股的情况 我记得周五 是跟大家讲过一个元期间 是专门在文章里面 还截图说了出来 是因为什么 它在这里是一根缩量次样 过了阴半 然后呢 出了一个什么 价长与它对比 是属于缩量 来过了高量 那缩量过了高量 次后面是什么 是必有新高 而最差的 是不是高开低走 那就是盘中的高点 其次呢 那是不是就是出现了 今天这样的情况 它出了一个过 它不是过 要回踩收盘未破 形成了一根假银真阳 那您说这个高量 它有没有站稳啊 是不是还有待于 后面的一个次阳的确认啊 对吧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确认 相反明天迎来的是一个 这样的确认 是不是 那就是不行 所以这个高量顶 我们还得去看 好 那既然说了这个板块 好 那我们就以这个板块为例 去到鱼池里面 去选个股 对吧 这个总是一个关键 好 那我们首先 你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易德龙 那我们给出了鱼池 那按大家周末选股去看 请问它是不是跟板块一样 它来了一个什么 它来了一个过阴半 但是呢 未过阴顶 对吧 但是它不是次阳 次阳在这个地方 它是第二根阳线 出了一个跳空 就过了阴半 虽然未过其阴顶 是不是它仍然不能算是放量 当然您如果拿它与左右对比 它是放量的 但是很明显 大家尤其是学习的懂什么 是与它来做对比 所以能否突破它的十顶 是不是很关键 因为过了阴半 因为过了阴半是什么 可以试着干的 那这个地方 您就肯定不会去说 它还没有建构了 至少我们先不说其他的 这个地方至少是一个刹车吧 那它能否成为一个换挡呢 那您看一下 请问它今天有没有过阴顶 回踩有没有破 对吧 所以这就是讲的什么 元器件 它这个板块里面 它的一个标准 是不是就是这样来的 好那同样 那我们再来看一支 你比如说像这个春秋电子 对吧 春秋电子也是一样 它是出了一个缩量的次氧 但是未过阴半 所以呢 仍然是属于一个假氧 我们都不用看分时 为什么 因为假氧我们说的双重标准 要么就是分时 全天三分之二的时间 黄线运行在零轴的下方 那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什么 不过阴半的一律为假氧 因为不过鬼门关 股价还要往下穿 对不对 好那到了这里 请问它是不是出了一根放量 也就是一根被量氧 过了阴半与石顶呢 对吧 但是呢 它形成了一个板腔 板腔的常态 是不是应当是看跌的 只有变态才能看涨 那不管怎样的话 我们就看什么 这个阴顶能不能够站稳 但是这样一对比 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它是不是高量啊 大家看一下 它是不是比它高 那您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究竟是取它的石顶 还是应该取这个阴的石顶 那肯定就是取高量 因为在高量柱的战法里面 我们反复强调过 抓最主要的矛盾 那肯定就是要实现一个高量不破 它才可能继续上 而我们这里指的高量不破 不是指的手稳高量底 而说的只有站稳它的石顶才行 对吧 那今天请问一下 过不是过 回踩高量顶破没破 然后呢 打到了哪里 它的虚 之后呢 尾盘掌顶 那是什么 主力的事情 我们按标准来跟装 按标准来不过 明天去卖羊 为什么 因为它在这里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T3柱 对吧 那我抓了这个板 那明天不能形成T4变异 那我就走 所以这个 是不是就是结合着周五的文章里面的元器件 然后到里面去选鱼 结合着个股与战法的一个建构 这就是标准了 好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再看一只 看什么 看这个横明达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横明达的话 是不是也是来了一个缩量的次样 但是为过其21 之后 它又来了一个什么 假银真羊 这根假银真羊 很有意思 为什么 您看一下 这根横 它的21位 在软件里面 请问显示的是多少 是不是29块2毛5 而这天的收盘 收到了多少 29块2毛4 它差一分钱 那很多朋友还不懂得 如何去看分时里面的标准 那您看清楚 我们把光标对应 您注意看 右侧的这个蓝色显示的价格 我们把它挪到29块2毛5的样子 好 刚好是29块2毛5 那您就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全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其实是运行在了29块2毛5之上 对吧 只有中间的这一小段 与这一段是在之下 那是不是它实际上是属于有一种 故意跌破它的阴二意的嫌疑 那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是不是就需要去关注后面的一个确认呢 对不对 因为它有可能是什么 故意跌破这个阻力贼金贼金 对不对 所以的话 那您看一下 今天是怎样跳空的 是不是在它的直上 当然 尾盘封板 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知道 那它不封板呢 是不是也是中大洋 那我们就这个就叫做什么 叫做我们的一个标准 我们按标准来检查 起码到目前来说 您看它是什么 价涨量缩 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择机做多 当然这个择机不是无脑的蛮干 而是巧干 怎么干 是不是都有标准与方法的 好 这里就以元器件 对吧 来为例 我们讲了几支票 那另外 除了元器件 其他的板块 难道他就没有 可以去按标准来的票了吗 他不会这样 他一样的 那例如说 我们看一支 四川九州 对吧 那这个票 好 我们把前面的先去掉 它本身跟人家的建构就不一样 它在这一段 是不是属于一个宽幅正大 它就绝对是属于有建构 否则前面的这些哪来的 他只是说在这个地方 把前面这些底 是不是都给跌破了 对吧 那上面的更加不用去看了 好 所以的话 他就一直走到后面来 那走到后面来 大家知道 关键的是不是要面临的过风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周五 对吧 缩量涨停 风下叙事待发 周五 他来一个什么 放量的假音真扬 但是第一 请问他到他收盘 他有没有跌破 这个凹风线 这是其一 然后其二 板后假音 需不需要次日的一个确认 盘中 是不是需要一个站稳石顶 然后攻其须顶 过了须顶的一个确认 那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 日线结合分时的方法 那请问今天直接的跳空 您看一下 他昨日阴线的时 当然我们应该看须 但是我们说过 你在分时当中 他一定要有个先 时后须的动作吧 对吧 他连时都过不了 您去看什么须 所以的话 那他的时是多少 是10块01 您看一下今天的开盘 请问一下 他是10块多少 10块03 那分时我就不解读了 那有没有过他的须了 您自个看 这是不是就是属于 他是属于有建构的 而他不是属于什么 前面一路下跌完 现在是微上去的 这讲的是不是 他就是一个建构了 对吧 好 那另外我们再看一支 红仓电子 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 在这一波的过程中 我不管他下面的建构好不好 对吧 有高量柱 有元帅 还有几元联动 我们都不说 这里出了大音了 好 那就宣告着这一段的波段 已经结束了 那至少我可以把这个地方 堪称是什么 一段刹车吧 那有的刹车 需不需要换档的确认 那这是一根假扬 是不是未过这根音的二一啊 对吧 我们把他的二一标出来 他二一是五块零四 未过二一 鬼门关 骨架还要往下穿 那我们就只能看 不能动 他在这里 是不是就过了二一呢 好 过了二一 但是呢 没有态度 需不需要一个确认 那您看 他有没有确认 这就叫什么 过 他不是过 回踩不破 掉头向上 是不是他也来了一个板 对吧 那起码的话 那我们就会知道 那这个票 是不是目前来说 就有了建构了 刹车 换档 对不对 好 如果还对于有新来的朋友 或者说 有极少数喜欢抬杠 那掌停呢 你再去讲 有什么用 这就是什么 典型的 他是来要鱼的 他不是来学方法的 那聪明的朋友就会知道 第一 我不会种您的激将法 我们这里不给鱼 大家都是自己捉鱼吃 那第二聪明的 就会知道 掌停板的刹车 在换档的当中 有掌停板 我们不可以择机参与 甚至于等待什么 加油的机会吗 好 等我将来加油的时候 再去讲 那掌 那你再去说 有什么意思 那这样听 既然您没有意思 您何苦再听呢 对不对 这不是浪费彼此的时间吗 对吧 所以有些东西 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 有些话 我们点到极致 见仁见智 好吧 那关于今天收屏的任务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